原本一对甜蜜家欧却双双成为闽暗当事人 美国知名网红裴蒂托遇害一案 现在出现重大进展 FBI在当地20号宣布 可能找到了嫌疑重大的未婚夫布莱恩·劳德里 地点位在佛州威尼斯市的卡尔顿保护区 探员表示当地原本是个占地约一万多公顷的大沼泽 没想到水退后就发现尸体 搜查团队也继续带着搜救犬 深入先前无法进入的地区找线索 佩蒂托与未婚夫自驾出游引发争吵 成为案件疑似动机 回家后裴蒂托就在9月中离奇失踪 之后发现遗体 未婚夫劳德里没过多久也下落不明 至今才出现相关线索 而最令专家起疑的是南方家人 劳德里父母先前不愿积极配合调查 却突然告诉警方想去离家不远的保护区找儿子 居然就这么刚好出现线索 如何撬开劳德里父母新房 以及劳德里的笔电 是否藏有裴蒂托命案重大讯息 都是佛州警方接下来调查重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